为什么我们看不起病,明明每个人都有医保 职工医保还能报销80%左右 但没有几个上班族说我自己看了假癌症对吧 今天我们就从根源上分析为什么我们糖癌色变 首先要知道医保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职工医保报销80%左右 第二类城乡居民医保报销40%左右 但这并不代表看病100万就能报销80万 因为医院将药品和医疗器械化分为三类 分别是甲乙丙 职工医保可以报销80%的是假类药 而乙类药只能报销60% 丙内药是一分钱不报销的 这或许还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我告诉你这三类药分别的占比 假类药只有一千多种 乙类药也只有两千多种 而一分钱不报销的丙内药呢 至少有16万种以上 也就是说职工医保能报销80%的药 占比不到1% 虽然这1%的药能满足我们日常生活所需 但很多癌症需要的进口药 把相药特效药 副作用更小 疗效更好的药 都是属于一分钱不报销的丙内药 现状就是对癌症真正有积极治疗作用的药 基本上都是不报销的 或者最多报销60% 我们以肝癌特效药索拉菲梨为例 医保报销为乙类 就算职工医保报销后患者还得每个月套2.4万元左右的药费 如果你只是城乡居民医保 每个月药费自己就得承担4万元左右 这还只是能报销一部分的乙类药 如果有些疾病不得不用一分钱不报销的丙内药呢 那就更是一笔天文数值 除开刚才所说的费用 还有肿瘤的基因检测 外购药 护工费 等等大小费用 也都是医保一分钱不报销的 最要命的是 每天花费上万元的ICU重症监护室 医保最多能报销40%左右 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明明有医保 还是看不起病呢